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我想請教一下索菲亞 你怎麼看這張照片 這照片 我剛剛說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因為這個手這個樣子 就覺得好像是塑膠手套 還什麼之類 真的很難去解釋 當然剛剛黃醫師這樣講 我就想到以前 我們以前不是很流行 那個底片那個靈異照片嗎 就有那種雙重曝光 所以以前常常有人 拿那個靈異照片叫我看 就是叫我感應 我說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真的就是 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我要看到 人在那邊我才知道 像這種隔著這個 真的不敢說 可是如果按照黃醫師講說 那是一個攝影的 也許重複曝光還是什麼 那就阿嬤 阿嬤說有人壓住我胸口 有人掐住我脖子 這又怎麼解釋呢 可是我自己覺得是不是 這個氣管支氣管等等 在突然的一個收縮的時候 事實上是整個 真的是吸不到氣的那個感覺 是不是就會很像是被被掐住 以至於不能呼吸 如果你掐住肉 你沒感覺嗎 可是是不是要很用力 是讓你到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我後來才回想到說 我年輕那時候 剛剛講的case 是我覺得黃醫師講到一點 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他感覺被掐的時候 他念了佛號 就舒服了 就不見了 那個感覺 對 那其實有時候在 在加護病房裡面 有一些危急的事 我覺得說有宗教信仰 養成一種習慣是非常好 比如說基督徒 他可能馬上禱告 那佛教徒還是說我們有宗教的 就趕快念佛號祈禱 這個其實對病患都是有幫助 那剛剛就是說 對不起 那差不多 哪一句話最有法力 最有法力 比如說我覺得念力夠 都有法力 只要是一句阿彌陀佛 你全然相信 他的力量就很強 或是南無觀世音菩薩 或是歐麻利悲悲悲 都是很有力量的 對 都很有力量 那我們剛講到這個手套的 這一個照片 我就想到我自己的親身經驗 那因為我會比較相信 這個阿嬤的感覺 跟這一個照片 就是兩隻手 那個照片 因為有一次 我就是剛要蓋觀音殿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動土 動土我們要拜 拜五方 然後要扎五銀 我們要拜五爺將軍 所以那個要動那個廟土 是要很隆重的拜拜 那就準備了很多貢品 然後就很多桌子 那桌子不夠 因為那時候還是一片空地 就去鄰居借桌子 那就人手也很不夠 我就自己搬那個桌子 那離我的觀音殿 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就拉傷了這個手筋 那我才知道說 哇 經受傷是那麼的痛 我痛到三天都沒有辦法睡覺 沒有辦法吃東西 痛到一個心臟都快停了 然後在就是說 在臺北打那個 我辦公室附近打止痛藥 吃止痛針 吃止痛藥 完全沒效 然後我就回宜蘭的某家醫院 去看醫生掛急診 然後掛急診之後 就是醫生說 你這個可能有傷到筋 或是韌帶 要要稍微拍一下X光片 好 我就說好 那時候因為我痛到手 沒有辦法舉高 也沒有辦法穿衣服脫衣服 完全沒辦法 我就請我妹妹陪我去醫院 那我們要去照這個X光 就是要換衣服 對 然後就在我要去換這個照X光 他們特製的這個衣服的時候 我就開了那個更衣室 我一進去 我就停在門口一下子 我妹妹說趕快 趕快 你要拍X光片 我就沒講話 因為我就看到三個好朋友 就蹲在裡面 就是有那個阿飄 就有三個在裡面這樣子 那我就 醫院的更衣室 對 夭壽 以前我這比換了我都不注意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 打擾一下 我要更衣 要照 我要照顧 這樣 我就這樣子 那我就在想說 我應該不會去冒犯到他們 他們也應該不會來冒犯我 好 就當我就是 我妹要幫我 把我的衣服要拉起來 那時候是冬天 你們是兩個人進去 對 就是衣服要拉起來的時候 突然其中就蹲在角落 就有一個阿飄的手 就往我的心臟這樣穿進來 我當下我就趕快蹲下去 我就趕快蹲 蹲下去 我就說 你要手把我趕快跑 我就趕快跑出去了 叫你妹妹跑 對 我就叫我妹跟我趕快離開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好幾天都 沒有吃東西 也沒有睡覺 我知道我的元神是很弱很弱的 那因為我們就是有時候 比較特殊的體質 跟我們有在繩子工作 有時候這一些靈力空間的 這些好朋友 其實他也會想要跟你接近 可是我們有肉體 我們會受不了 那那時候他就要 要升到我的心臟裡面 我馬上人非常不舒服 我覺得我心臟快停了 然後我就跟我妹 叫我妹的名字 我說趕快先出去這樣子 先不要換衣服 鄭大哥你知道嗎 我衝出去之後 我就站後枕區 後枕區那個一排一排 人家要後枕的那個椅子 我找比較空曠的地方 我趴在那邊 我的汗那時候是大概 快要十二月 我的汗是這樣滴 滴的 地上一灘水 我妹在旁邊很緊張 你到底怎麼了 你到底怎麼了 我要不要叫醫生 我說不用 你讓我休息一下 我就趴在那邊 一直喘息喘息 差不多一個半小時 然後那個放射科 那個要照電工的那個醫護 就跑出來說 奇怪怎麼聯絡不到 那個廖小姐 他不是現在找電工 怎麼人沒去 結果他就跑到後診間 來找我 然後我就說 小姐不好意思 我現在很不舒服 我等一下 我再進去照 結果大概又在那邊 休息了 你那個冷汗直流 是冷汗嗎 就是你很不舒服 那個冒冷汗這樣子 從額頭一直滴到下巴 我拍在那邊一直滴 滴上一灘水 然後我妹就說你怎麼 我妹在旁邊很緊張 她就看我臉 都是蒼白的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就在大概 那個醫護人員過來 問我的時候 我看了一下我的表 大概是我已經過了 一個半小時 然後我在休息了 大概二十分鐘 我才慢慢地恢復 我說我叫我妹 倒一杯溫開水給我 我就喝了那個溫開水 比較OK了 我才進去照那個X光式 進去你知道嗎 那個先生就像 我們現在攝影師先生這樣子在拍我 我們不是胸口要有一個 一個那個儀器嗎 然後我就看他站著 然後後面剛剛在更衣室 那三個阿飄就在他後面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又跟出來 對 他跟在那個X光式 對 他就這邊走來走去 所以我因為有有這樣的經驗 那剛剛索維亞講的 就是有一些觀眾 他們會覺得 我們有靈異體質會看到 好像我們十相全囊 就像索維亞講的 有時候阿飄他給你看 有時候他不給你看 他們是會隱身的 比如說他們有時候 躲在牆壁裡面 他們是不會受這一個空間 或是有固體的一個受限 那我們 我們是有肉體的人會受限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你怎麼沒看到 你知道他來怎麼沒看到 那他們三個是男的還女的 有兩個男的一個女的 他們要幹什麼 我覺得他們應該就是 也是在這個醫院往生 但是因為魂魄 魂魄沒有被引走 他們已經 我覺得他們住在那邊很久了 住很久了 對 他們在醫院 所以醫院往生的 對 在醫院往生很久了 對 所以我如果觀音店辦超度法會 我都會幫助這一些 就是好像沒有人引渡他們 他生進去你的心臟要幹嘛 現在有很多促死的 其實有很多是這樣死的 真的 像現在我們不是說 還是會有很多人不相信 會說迷信什麼的 怪力亂神 但是你看現在我們的社區 都會出現那個魔形 以前魔形都常在深山 我們小時候都在深山 才會碰到魔形 現在有時候 阿伯在他們家的樓下 射口就沒去 沒那麼膽子 那三個人長怎樣 就是他其實他的 你會看到他的形體 但是就是蠻明顯的 那就是一個是 兩個是男的 那看起來就是年紀沒有很大 就是一個大約 我的印象中 到五六十歲這樣 那你的那一個還蠻年輕的 大概可能三十歲左右 這樣的一個魂迫障而已 所以病院裡面 如果你們看到的時候 幾乎很多地方都有躲著嗎 有時候就是說 你會看到 有時候你並不會看到 我剛剛有講 他們有時候會隱身 那個換衣服的房間很小 對 很小 就一間一間的很小